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 太多的事情 真的有不了自己来做出 太多事 说倒就倒 说病就病 说老就老 说死就死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会改变他的 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这样讲 2500年后也是如此 没有任何一个人 到现在能够来改变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 从这个无常里面 你要去领悟 你不要再执迷补物了 你如果还是执迷补物 苦的是你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来代替的 所以尊敬的这些统修大德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每一天都为我们天天教学 天天讲经说法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要再执迷补物了 其实这一句话 最主要的是讲给我听的 最主要的讲给我听的 我们都是反复 都会有犯糊涂的事 犯过失的事 只有觉悟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 所以这个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也就是给我自己本身做一个提醒 今天我想借这个共修的姻缘 来选拨来给大家做一个喜讲 学习的就是 中风果实三世系念法事 就是选择三世系念 中风果实在三世系念的内容的开示 这开示里面的主要性的 来作为给大家一种学习 希望大家我们好好用功 好好来学习 这个中风果实的内容 非常难得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中风果实 他是一位禅宗的大德 也可以说是明星见信 大彻大悟的 但是他老人家 你想一想 上至王公 下至百姓 活不受他的教诲 而且最后元朝的皇帝又封为他为国师 他老人家是在禅宗的一位大德 你想一想 他为什么会汇集这一本三世系念呢 而这一本三世系念的内容 全部都是在讲阿弥陀佛 全部都在讲西方极的世界是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从这边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 中风果实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劝导我们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而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中 而劝导我们 你这一生一定要发愿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什么原因呢 从这个地方可以明显出来的 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 禅宗跟禁宗都是同等深广的境界 而且显出来 禁宗在度化众生散巧方便 比禅宗更殊胜 从这个地方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风果实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看这个三世系念 现在推广很普遍 而且几乎每个道场都在提倡出37年 特别是我们师父上人 这几年下来都在提倡 都在推广 不要说其他的道场 说我们自己的道场 我们自己道场一次性 有时候连续做的三天 三天 每一天参加法会的 每一天每天的增加 它越做越多人 在其他的道场 有时候一次 只有做一天而已 我们你看连续的这三次 问大家累不累 不累 所以你看我们这34年 从礼一半都是五六日 从五到礼拜天 每一天你看 那个人数天天的增加 甚至于我们雪梨金钟学位 曾经有做过一个星期连续的 很多耶 我也曾经参加过 连续的两年700场 所以这个推广是很广的 提倡都非常之广 但是尊敬的就是同修大德 你不能把这个37年当作 精灿佛事来看待 你不 你不